我就是演员热度一直持续不下,而参加节目的明星也备受关注,但是随着节目的播出不少演员,也因此得到很多的机会,也证明了自己的演技。 但是有些明星上这个节目之后,也会引来不必要的争议,比如孙谦还有就是张新宇,这两个人一个是因为旅剧本,一个是因为演技不成熟,导致他们两个人悲论。 但是上这个舞台的演员,还有一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,但是也让观众感到很惊讶的那就是杨迪,杨迪虽然是演员出身,但因为他一直出现在综艺中成为一名综艺咖,而且在表演方面形式,比较单一也没有演技可谈。 所以杨迪能上这档节目,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,也许就是因为杨迪在综艺上面录联太多了吧。 自然而然观众就忘记他还是一位演员,惊讶不惊讶杨迪能上这个节目,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突破,而杨迪与张韩润还有王茂春等人,在舞台上呈现的经典片段是夜店,而这部电影原本就是薛征的作品,因为薛征是节目中的评委导师, 所以他们在演这出戏的时候压力巨大,而杨迪在片段中饰演的人物正好是徐征当年饰演的角色,是一位中了奖但是却没有拿到奖金的人,但是杨迪表演有一些夸张,在一上舞台就大好欢笑两个字,没有演技也没有演技的技巧,所以杨迪的表演还有些许尴尬,而在表演完成之后徐征给他们的点评也很不流行面, 徐征显示很有礼貌,在向他道歉说对不起,随后说出原因,因为杨迪饰演的角色,是徐征饰演过的,自然徐征最有全条毛病,正如徐征说的那样撞枪口上去了 是的,徐徐征之所当场跟杨迪道歉,是因为他完成的这个作品,并不是徐征想看到的,以徐征对演戏的执念,还有对演戏的态度,他一定对杨迪不满意,得知原因后,真的为山珍哥哥点赞,直接了当的指出他们的表现,不好就是不好,只有将错误指出来,才能更好的进步, 既然杨迪能上就当节目,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演技,还有就是想向观众证明自己还是一位演员,但是光去演一出戏并不算,只有将自己的演技提升观众才能真正的记住他,希望杨迪能多多演戏提升演技,将观众看到杨迪之后第一反应,并不是搞笑两个字,也不是谐心,而是一位演员 感觉很棒的一种,也不是谐心,而是一位演员,这么一位演员的一位演员的一位演员,